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菲利普·格兰迪前天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他称联合国将评估阿富汗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以及近350万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处境问题 西方媒体将这350万人成为难民 呼吁国际社会接收他们 尤其是阿富汗邻国要行动起来 美国控制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 则一直在大声疾呼各国接收阿富汗难民 这在西方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形成了政治正确之后 美国便可冠冕堂皇地要求其他国家接收难民 上个月美国不是公开要求芬兰这样做了吗 那宅心人后的美国呢 9月11号当天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 美国已决定暂停接收阿富汗难民 比如是在入境美国的阿富汗人当中 查出了4例麻疹病例 应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要求暂停接收难民计划 是的欧洲没听错 美国明明白白告诉世界美国不收了 玩套路欧洲能玩得过美国 当欧洲抱怨美军撤离阿富汗过于仓促时 拜登出来发表充满感情色彩的喊话 要大家一起帮助阿富汗人离开阿富汗 呼吁各国接收难民 美国带头欧洲跟上 可是等欧洲跟上后 美国现在却来这一套 4个麻疹患者就令美国停止了接收难民工作 美国看来真的是极其重视传染病风险 宁可坑队友也不能让感染风险存在 那60多万名死于新冠肺炎的患者可真是死的冤 说最动听的话做最绝情的事 这就美国对盟友的一贯态度 因为麻疹患者存在就叫停接收计划 这是CDC的事吗 并不是 从新冠疫情来说 CDC的医学建议在白宫眼中就像一个屁 白宫现在却一听CDC建议 就马上采取措施 效率高的惊人 只能证明这是君子舰他们计划中的一部分 就像一群人准备跳水 穿花旗内裤的做着各种热身动作 大喊我要跳了哈 大家跟上不跳是小狗 等其他几个扑通扑通跳下去 穿花旗内裤的把脚在水里划了一下 哇水真凉会感冒的 拔腿走人 没有什么事情是美国做不出来的 也没有事情是美国找不到理由的 麻疹这招很损 但欧洲怎么办 上贼穿容易下贼穿难 或说请神容易送神难 被美国套路了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当然美国的套路并非这么简单 君子舰还要考虑国际舆论 为了堵住欧洲及其他国家的嘴 美国在宣布拒绝阿富汗难民的同时 又曝天荒开放了难民安置地点 真是考虑周到 8月份时 美国宣称接收了2万多名阿富汗人 并将他们安置在几个军事基地里 但外界从来没有被允许进入基地 看看阿富汗人的生活状态 无论是媒体或自善机构都不得进入 不过在9月12号 美国首次允许媒体参观阿富汗难民安置场所 受到邀请的有美联社 CNN 纽约时报等大型媒体 这次开放参观的是 位于德州埃尔帕索的布里斯堡陆军基地 埃尔帕索位于德州最西端 是墨西哥和美国的交界处 这个地方许多人一看就会明白 这是美国安置美墨边境非法入境者的临时场所 只是目前腾出来 给1万多名阿富汗人在这里暂时居住 白宫给记者参观基地时间 只有3个小时 由拜登的幕僚和国务院官员带队 记者们一切行动听指挥 在难民安置处 记者们看到了大量的移动帐篷 在泥地里踢球的孩子 还有在历日下露天排队十几分钟 领取米饭和菜肴的阿富汗人 安置场所的荒乱环境 貌似他们逃离的家园 带队的白宫官员对记者们下了两道采访禁令 在这3小时内 他们不得与任何阿富汗难民进行交谈 不得在难民聚集的地方停留5分钟以上 美国在怕什么 为什么不让新闻工作者跟难民们自由接触 俄罗斯大陆党头目纳瓦利内坐牢后 美国施压俄方 要求允许纽约时报记者到监狱采访纳瓦利内 怎么到了自己国内 美国却忘了新闻自由 试想一下采访画面 一名美联社在采访一名阿富汗难民时 对方痛哭流涕 骂美国欺骗了他们 这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美国 这里只是一座大型监狱 甚至阿富汗人有可能要求离开美国 回到自己国家 这些曾经与美军合作的带路党 相信自己通过严格审查来到美国后 将会在纽约 芝加哥 波士顿 重新开始美好生活 呼吸着香甜的马里兰空气 但现实却是 他们被关进了美墨边境的集中营里 军事管制 不能外出 外人也不能进入 过着囚徒般的生活 而且美军每天还在各个出口 核枪实弹的保护着他们 这不就是集中营吗 21世纪的最大集中营就在美国 而美国却污蔑别的国家搞集中营 美国突然开放集中营 让记者进来看看 就是为了向其他国家证明 美国真的有在安置难民 CNN的文字和图片 将会出现这些要素 充足而丰盛的饭菜 快乐的儿童 带空调的帐篷 尽心尽责的美军管理者 未来的美好希望 就像美国国务院所说的 这是一次 史无前例的安置难民计划 不过 这些难民最终能够留在美国社会的 也就几百人 并且是有一技之长的可靠者 其他将被送往科索沃等地 接受命运的裁决 欧洲跟美国最大的不同是 欧洲把难民放进了社会当中 而美国没有 美国能接收也能送走 欧洲做不到 那么美国的套路就到此为止了吗 那也太小看美国了 难民是有价值的 9月8号 白宫预算主任沙兰达洋宣布 拜登政府已向美国国会申请64亿美元 用于阿富汗难民撤离和安置工作 他说 我们呼吁国会拨款64亿美元 以确保这一历史使命取得成功 佩洛西拒绝国特恩普的筑墙拨款 但他很难拒绝 拜登要求的64亿美元 这些钱不是给阿富汗人的 因为大部分资金将会交给承包商 他们负责阿富汗难民的海外安置工作 还有提携接种疫苗等 在美国旋转门制度的背景下 这64亿美元将会被分赃 美国人民和阿富汗难民都不是受益人 美国不但要在阿富汗难民问题 做足政治文章 舆论文章 政客们还要捞上一笔 美国既然能以四个麻疹病患为由 拒绝接受阿富汗难民 那么欧洲就不能找几个 胡臭脚气灰之甲 得了灰之甲 一个传人俩 很可怕的 但欧洲敢吗 不敢 他们被美国套路 也是周瑜打环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美国在难民问题上套路来套路去 真正的目的 就是想把自己的责任甩掉 让全世界为他造下的孽买单 而且美国还要扮演一个 伟大的救赎者角色 好莱坞电影剧本可以准备了 流利失所的阿富汗人 为什么一定要成为难民 到处逃亡 难道他们就不能重建家园 然而 自2015年叙利亚难民潮爆发以来 西方就从来没有重建家园这个概念 只有接收难民 然后陶醉在自己的圣母光环之下 而中国企业和人员的身影 时常会出现在伊拉克 叙利亚等曾被战火摧散的国家 帮助这里的建设 如果没有建设只有破坏 那么难民只会更多 到最后 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源 能够撑得住 冤有头 债有主 谁制造的难民 谁负责 无原则的接收难民 其实就是对作恶者的纵容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 谁是这个世界的破坏者 谁是这个世界的建设者